2021年5月9日,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1.58295,000多 上日增加了769,000多 死亡可明,上日增加了12,500多 去到329,500多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仍然是印度 今次數目是超過了40萬個新增確診 去到22295,000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4100多 是另一個新的紀錄 去到242,000多確診 另外,巴西增加了63,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數目是超過2090人 美國增加了33,000多個 死亡方面增加了600多個 似乎美國到目前為止 徘徊在每一天三萬多四萬人 沒有辦法再減下去 死亡數目是徘徊在六七百人一天 仍然沒有辦法減下去 希望政府應該繼續隔離 接著有法國 法國多了二萬人 十幾個新增確診 土耳其多了一萬八千幾個 阿根廷也是一萬八千幾個 哥倫比亞一萬六千幾個 德國一萬五千幾個 伊朗一萬三千幾個 意大利超過一萬個 到目前為止 有十個國家的確診數目是超過一萬的 接著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尼泊爾超過八千 荷蘭超過七千 菲律賓和加拿大 智利 印度尼西亞 日本都超過六千 日本不知他們怎樣可以舉行奧運 接著是波蘭超過四千幾 等等